继占领了寨子的东半部和西北角的文昌阁 并和184团展开了断冰箱街 惨烈的肉搏展 那和这间街道里头 那个是被供 供啊 一天最少要供七次 还在一间房子都没有啊 都打坏啊 那个跑路啊 老板们都敢用那个跑路 统统都打坏啊 庄外另外三个团 则在每天淡落六七千方的战场上 拼了命抵挡进犯的墙底 不容北门的缺口继续扩大 他们深深了解 假如在庄外堵不住日军 则庄内的184团必遭歼命 台儿庄就完了 三月底 孙连仲的三十师 二十七师 以及吴鹏举的独立四十四旅 先后集结台儿庄外围 滇军卢汉的六十军 也赶到了五战区 划归第二军团指挥 二军团的部署是这样的 三十一师 仍守台儿庄大寨内外 外围的三十师 二十七师 四十四旅 以及卢汉的部队 分别有东南西三个方向 向刘家湖南洛 三里庄等地攻击日军部队 以减轻三十一师 在台儿庄所承受的压力 但由于赖谷的赤峰和芙蓉 两个连队 自一县 远远南下增援 攻势凌厉 使中国守军倍感吃力 同一时间 第五师团 从离异方向 持元击谷的 版本先头部队 已经杀到了向城和安区 而这个时候 孙连仲的第二军团 官兵伤亡已经过半 台儿庄岌岌岌可危 庄寨内 三十一师 已经血拼了七个昼夜 死伤累累 持封城 看到剩下来的弟兄们 一个个东倒西歪 再打下去 誓将全军覆没 于是 殿请孙连仲 准于转移阵地 孙连仲打电话 向李宗人报告 第二军团伤亡已达七成 可否请长官准许 暂时退守运河南岸 好让西北军 留下一点种子 这也是长官您的 大恩大德 李宗人 算就汤恩伯的援军 第二天午前 该会赶到庄北 于是很坚定地回说 作战之胜负 往往决定于 最后五分钟 你无论如何 要坚持到拂晓 我明天会来 这是命令 孙连仲感觉到了 司令长官的坚决态度 便说 好吧 长官 我绝对服从 整个军团 打完为止 当池丰城 得到孙连仲 传来的消息之后 便下令 炸掉南门口 通往越河南岸的便桥 下定决心 备水一战 与台而装 共存亡 显然 台而装这一仗 不能只靠 持封城的三十一石 田镇南的三十军 甚至孙连仲 整个集团军的血拼狠斗 苦苦撑下去的 我们要做的是 切断源源而来的日军援军 堵决他们的后路 再回过头来 形成反包围 理应外合歼灭敌人 这本来是李宗仁 当初运动战的构想 现在由二十军团 唐恩博来执行了 其实 唐军团打开时 就一直扯着 赖骨的后背不放 像王仲连和关林征的部队 就不断由东向西 侧击藻庄和异线 三十一日 五十二军 已经快杀到北落了 但板原的增援部队 却攻陷了相成 唐恩博发现 苗头不对 马上令五十二军 和八十五军的第四师 来个南北双向大包抄 在鲁房和爱区集结 四月一日起 五师团的板本支队 一窝蜂往岔河沙去 想在台儿庄外围 和十师团会师 唐恩博开放了台围公路 任气深入 让日军一步步 落入二十军团的口袋 184团在庄寨内 已经苦拼了十天 双方都杀得精疲力竭 到四月初 日军简利一拼武功 便释放毒气 来逼出躲在掩体壕沟中的守军 你对面这个人呢 就是发烧 发烧发冷 可是那个时候 你千万不要喝水 一喝水 这个链就变成黑了 就发中了 发胖 就中了 不不了一天 就死了 三日午夜 唐恩博的大口袋 终于成功地把满本难来的部队 完全击溃 四月四日 唐恩博部队分三路 为原台而装 他们分别是第一路 关林征 从蓝陵向西 往回上 和第二路 从大梁壁出发的 王仲连一样 目标都是一线 第三路 是后进战场的 周延七十五军 为其他两路呼应 这一天 孙连仲这边 也发动了攻势 三十师冲到了北路 一一零零石 杀到泥沟 四月六日 关林征和王仲连 在陶敦会时 联手北进 攻克甘露沟 中国军队各线捷报频传 日震全军怂动 站不住脚 击鼓不得不面对线石 下令撤退 版园的武师团 也跟着再一次认输 收兵回窜 中国军队在这个战场上 前后足足血拼了一百天 终于打赢了 这是一场得来不易的胜仗 也是对日战争以来 第一次结结实实的胜利 台儿庄一役 对中国抗日策略的贡献 也具关键性 江伟国说 因为我们在台儿庄打了一个胜仗 而使徐州的国军很迅速地 及时地完成了他要拖延的时间 造成我们长江下游的 应该要撤退的政府的人员 老百姓尤其是我们的工厂 我们的原料 能够及时地撤出作战地区 而先通过汉口 他们先通过汉口 就有机会向西撤退 台儿庄的一战 对日军而言可谓颜面尽失 不论在国人世人面前 丢脸都丢到了家 就连御人都咽不下这口气 因而推翻了 1938年不发动新攻势的原意 令山山园 调集华北 华中 两方面军的精锐部队 13个师团朝徐州集结 准备大举进攻 报一箭之筹 这个时候 中国军队前前后后 聚集在徐州周围的部队 已多达60多个师 约60余万人 加上临近的第一战区驻军 可以说全国的筹码 几乎都在这儿了 武汉军事委员会 中国最高军事统帅当局 现在正面临一个 关键性的抉择 打还是不打 在极为冷静的全盘评估之后 蒋委员长下令 五战区撤离徐州 火速突围 李宗仁根据电令 立即把部队分成无路 并由刘汝明的68军掩护 分别突围 这些部队到5月下旬 按命令路线 先后撤到河南和安徽一带 这便是徐州会战的第三阶段 战略性的大撤退 5月19日 日军浩浩荡荡荡进居徐州 但出乎他们意料的是 那只是一座空城 寺内寿一和田俊六 当时只有一个想法 那便是 至于中国军队方面 徐州的突围是成功的 但我们也别忘了 那毕竟是五六十万大军 很难以计数的老百姓 在交通工具缺乏 满天都是日本飞机 炸弹与枪弹齐下的运动大航力 其危险与恐惧 除非身立其境的人 是很难理解的 现在 让我们来看东京日本统帅部 这个时候 他们仿佛已经感觉到 在中国战场上 处处立于被动地位的麻烦 为了给予要弥补 这种无边无际的恐惧感 他们决定加注了 日军大本营最新的作战方针 是这样的 一 围攻从徐州撤退的部队 沿淮河由东向西边追边打 二 华中派遣军主力沿长江西上 三 华北方面军南线郑州 走平汉路南下 三路日军的目标 都指向了当时中国抗日的统帅部 军事委员会所在地 武汉 武汉不仅是大别山下 长江中游的最后防线 也是政府西迁途中 许多重要物资的转运点 一旦武汉失守 这些物资还来不及内移的话 那么当初在松户的那番努力 就要付诸流水了 1938年五六月之交 华中一带天气炎热 在东起金浦路 西起平汉路这一大片土地上 五十余万中国军队正带着疲惫的身躯 向西缓缓移动 而日军的机械化部队则紧随其后 一路追杀过来 首先进入战场的是 华北的土肥元十四师团 他本来是要驰援徐州的 后来因为中国军队战略性的大撤退 所以他便调转过头来 朝西进逼龙海路上的南风 五月底 南路的106师团和波田支队 兵分两路 沿长江快达到了安庆 6月6日 土肥元破蓝风 下开封向郑州推进 郑州告急 一旦郑州失守 日军浩浩荡荡的机械化部队 在平坦的原野上 顺着平汉路南下 多则十天 少则一星期 便可以直扣武汉的大门信仰了 显然白在眼前的当务之急 是要阻挡日军沿着铁路干线 快速的南下 当时在武装部队无力防堵的劣势之下 破坏交通变成了唯一的方法 就这样中国军队于五月下旬 炸毁了平汉路上的郑州铁桥 这座桥建于1899年为当时全国最大的钢铁桥梁 另一个痛苦的抉择是掘开黄河的堤防 以黄河的水来阻断日军的攻击路线 决堤地点最初选在中牧县的兆口 五十三军派一个团的兵力挖了一天一夜挖不开 第二天又加了一个团还是无功而返 成前决定换人 这个任务最后落在新编第八师师长蒋在珍的肩膀上 他在和黄河水利会专家言商过后 决定改在郑州东边不远的花园口开决 三十八师也用了两个团的兵力 连挖带炸还用大泡风 1938年6月9日上午9点钟 终于决成了黄河的绝口 黄河的水一泻千里 差时间包括四十四个县市 五万四千平凡公里 一片荒洋形同泽国 黄河绝口形成了从郑州到邦湖 长约一千多公里的地帐 黄泛区一席的日军尽造中国军队建 以东的机械化部队只好望洋兴探 至于水利的呢 更是再服再臣战斗力尽失 东九尔宫的第二军 不得不绕过泛区 由东北转向合肥机界 再速将系 这一来足足耽误了三个月的时间 对中国军队而言 这三个月可是要命的九十天 因为华北这一路日军 假如顺利地沿着平汉路南下 先持得点攻陷武汉 那么从晚南强行军西奔的国军精锐部队 是将北安庆西上和武汉东下的两路敌人 歼免于大别山下与长江之边 但现在情况却有了改善 因为我们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 安营扎寨构筑工事 准备迎接一场新的战斗 6月20日 军事委员会在行营 举行武汉保卫战作战会议 军委会以长江为界 把兵力分成南北两个战场 江北战场划归第五战区 仍有李宗仁负责指挥 统辖23个军 主力的部署 北起大别山西北 蜿蜒而下 至于长江北岸 以山傍水迎计来敌 换句话说 第五战区从苏鲁走了600里路 搬到鄂晚来了 江南战场由武汉卫戍总司令 兼新成立的第九战区司令长官 陈诚指挥 攻辖27个军 主力配置于武汉以东的长江南岸 跨湖北江西安徽三个省份 战线长达400余公里 南北两军共计117个师 总兵力达110余万人 这些部队50% 是徐州突围所保存下来的实力 日本方面也于7月4日 拟定了新的作战计划 他们的战斗序列是这样的 总指挥官田俊六下辖新成立的第十一军 司令官港村宁次 主力由安庆 九江 宿江而上 冲着陈诚直杀而来 华北方面军第二军此时也加入了会战行列 由东九尔攻领军从合肥朝大别山北路 指向李宗仁的防御 田俊六还拥有五个直属师团 航空兵团 战机500架 以及庞大的第三舰队 总兵力约35万余众 为了发动这次会战 日军又从国内调遣援军40万来划 并增拨军费32亿5000万日元 这么大的投资 其目的何在呢 在日军大本营188号命令中 只有简单的几个字 攻占武汉 尽量消灭敌军 如此而已 在松户徐州一次又一次战略降临之后 日本人已不再提三越王华 捉护敌军主力一句歼命的字样 武汉会战是中日交手以来 规模最为庞大的一次战争 双方不仅投注兵力惊人 战场范围也十分辽阔 以水路而言 东起鄱阳湖水域 西起洞庭湖 蜿蜒其间的长江流域 就达600公里之长 可见它不像松户至南京 甚至徐州那样集中于一个点的战场 而是一条线的战场 现在让我们先来看看江北的武战区 此时李宗仁因为牙痛住了院 由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重席主掌兵符 他把部队背靠大别山分作三翼步阵 山的东边由上而下分别是左翼孙连仲的第二集团军 中路六类的二十一集团军 右翼则设在山的西侧 由李品仙的第四兵团驻守 江南的九战区 陈城也把防区分为三个部分 武汉地区归位数总部 外围以鄱阳湖滨的德安围剑 北张发奎的第二兵团 南是傍着幕府山脉的薛越第一兵团 6月12日 波田支队攻陷安庆 武汉大会战由此正式展开 话说港村名次的1060团和波田支队 联手过乡口破马当湖口 这一路足足打了一个月 以水域而言 首当其冲的便是位于 柏阳湖北方的马当有赛 马当之一于1938年6月25日展开 当时守军回忆作战的情形说 我们先用炮击 打我们的要塞区炮击 炮击以后就开始登陆 登陆那海军陆战队 我们中国空军有9架飞机 我们在战型里看得很清楚 9架飞机当中就轰炸 一炸之后它就退回去了 25号又撑了一天 到26号一早我们就撑不住了 海军的损失颤重 几乎在前线那些上千名的官兵 差不多半数都在死亡在那个地方 到7月25日的半夜 九江中告陷落 港村如果继续向西走 摆在阵前的锐昌守军 则为汤恩伯 关林征和孙同轩 这几位徐州会战的赫赫名将 他脑袋有点发麻 于是便把矛头往南转进了薛岳的房区 他本想轻取得安 迂回绕过瑞昌正面再向西打的 没想到薛岳早在这里布下了道八字阵 严阵一带的中国军队打16个师志多 7月底 1060团悉数南下 薛岳把他的八字一合 团团围住了敌军 一时杀身四起 战况激烈 打过这一战的九战区老兵回忆说 军阵死团都要到前方的 都要跟敌人的事都入魔战上去了 8月20日 一东的101师团渡鄱阳湖 在星子县强行登陆 企图营救被困的友军 但又被叶赵和王敬舰的部位 紧紧咬住 自身难遇 日军发觉情势不妙 便释放毒气 挣扎突围 在日本打的他不是完全有人打的 他先放毒气 那个毒气放了一阻阴阴阔 他都上来了 请多几啊 重多几 那个年少期那个水泡啊 好大一个啊 我们总是好几个嘛 放那个毒气啊 这个我们这个人的眼睛啊 骨子从鸡蛋那么大呢 现在我们看到眼睛那么稳定 哎呀是啊 那些人都是死在怼岸啊 马路良兵 那没有防头明具嘛 那什么也没有我们当兵 那一般一个防头明具 叫这个铁筒子 这个大理 那就是吃把草 那个手帕 水都没有就扑到脸上啊 晃子啊 9月初 港村名次再派第九和第二十七两个士团 火速支援被困在庐山地区的部队 但还是被血月给堵住了 至此 十一军的主力几乎完全被困在庐山之下 动弹不得 9月24日 陈城下达总攻击令围剿港村 伊东师团部分日军 拼了命突出重围向西流窜 想和本间师团混尸 但又在万嘉岭地区 碰上了余济石和欧阵部队迎面套击 再度被围 日军为了要杀出一条邪路 向中国军队的山头投制燃烧弹 逢圣法的五十八师官兵被活活烧死于山头 全时伤亡殆尽 九死一生的贺松浦回忆说 韩长第一个受伤了 第一个跑弹打了他